华人工商大家好 今天是12月28号星期一 虽然外面阴雨连绵 但我们有两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华人工商为了让您的信息有更多的角度 更全的方位 现在每天会更新两次热点新闻 同时在2021年的1月16号和17号 一年一度的华人工商大展就要与您见面了 新鲜的方式让您足不出户 一样可以感受到那份热情和精彩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娱乐方面的消息 神奇女侠Wonder Woman1984 以1670万美元的最佳票房首映 根据数据公司Comscore的数据 目前北美35%的影院仍在营业 尽管神奇女侠1984同时在流媒体上首映 但据电影公司周日的估计 神奇女侠1984在圣诞周末的首映中 获得了1670万美元的票房 成为疫情期间票房最高的影片 圣诞节过后 大家也开始期待新年晚餐了 据Fox News消息称 比福利山庄一家餐馆被发现在禁止用餐之际 计划提供低调的新年晚餐 美国加州比福利山庄的一家餐厅近日遭到了强烈抵制 被指在餐厅内低调的举办除夕晚宴时 把请贴放在了外卖包里 这违反了新冠肺炎疫情的限制 由于确诊感染病例急剧增加 南加州的地面面临重症监护病房床位短缺 因此禁止室内和室外就餐 一名洛杉矶记者在推特上发表了一张照片 据称邀请函来自斯卡拉剧院 那里距离罗迪欧大道两个街区 据称是对名人友好的场所 邀请函将新年晚宴比作一场地下聚会 让人想起20世纪20年代近九时期的五九时代 接下来让我们关注法律方面的消息 加州最高法院非暴力性犯罪者 有资格提前假释 加州最高法院星期一裁定 被判犯有非暴力性犯罪的囚犯 可能有资格获得提前假释 这是四年前近三分之二的选民 通过的一项投票措施的一部分 首席大法官在一致通过的裁局中写道 从提案的措辞来看 选民并没有打算允许部门 根据囚犯被判非暴力重罪时的性犯罪定罪 将其排除在假释考虑之外 前州长杰里布朗曾支持这项2014年的计划 认为他可以通过加快假释机会 来减少监狱人口和成本 他曾多次表示他和其他支持者从未打算 将该计划涵盖性犯罪 最后让我们来关注圣诞节的爆炸案 据Fox News报道 纳什维尔圣诞节爆炸案造成嫌疑人 安东尼死亡 三人受伤 据报道 纳什维尔圣诞节爆炸事件的嫌疑人 抛弃了他昂贵的财产 包括他的房子 并在爆炸发生前几周告诉人们他生病了 或者要退休了 据纽约时报报道 安东尼将自己的车送给了前女友 他是一位IT顾问 住在田纳西州 据时报报道 就在周五上午爆炸发生的三周前 他还告诉一位客户他将退休 爆炸损坏了数十栋建筑 还继续对南部几个州的手机服务 警方和医院通讯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有关官员星期天宣布 他们认为安东尼是单独行动的 但没有公开宣布袭击的动机 当局表示 在爆炸发生前 执法部门并不认识安东尼 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